亲爱的中国文化爱好者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书法这个有趣的艺术形式。 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表达方式, 更是一门充满艺术美感的绝学。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是一种通过笔墨纸艳来表达思想和情感的艺术。 它起源于古代,经过漫长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技巧。 书法包括楷书、行书、草书等不同的字体, 每一种字体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在中国书法中,最常见的字体之一是楷书。 楷书是一种规范而端庄的字体, 非常适合用于正式文件和书写。 它的笔画工整,结构稳重, 给人一种庄重宿木的感觉。 同学们可以试着写一些简单的楷书字, 比如人、山、水等,感受一下它的雅致之美。 另外一种常见的字体是行书。 行书相比楷书更加流畅, 笔画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连接感。 写行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笔墨在纸上流动的舒适感觉。 同学们可以尝试写一些简单的行书字, 比如日、月、风等, 体会一下它的俊朗风采。 如果你想挑战一些更加激动人心的字体, 草书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草书的特点是笔画激荡奔放,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 写草书的时候, 可以尽情地挥洒笔墨, 表达内心的激情和豪迈。 同学们可以写一些简单的草书字, 比如鸟、飞、云等, 感受一下它的奔放风采。 中国书法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书写, 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 通过书法, 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字的美感, 领略到艺术的魅力。 同学们可以尝试用不同的字体 写一些简单的字,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艺术作品。 除了字体的选择, 中国书法中还注重笔墨的运用。 在书法中, 我们使用的工具主要有毛笔、墨织和宣纸。 毛笔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粗细不同的笔头, 墨织的深浅也会影响到字体的效果。 同学们可以尝试使用毛笔写字, 感受一下毛笔在纸上滑过的顺滑感觉, 体验一下墨织的淋漓效果。 宣纸是一种传统的纸张, 它质地柔软, 透气性好, 非常适合用于中国书法的写作。 同学们可以在宣纸上尽情地挥洒笔墨, 发挥自己的创意, 创造出独特的作品。 在学习中国书法的过程中, 不仅可以提高字体的书写技巧, 还可以培养自己的耐心和专注力。 通过慢慢描摹每一个笔画, 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字之美, 体会到细致之处的重要性。 同学们在写字的时候, 可以慢慢品味每一个笔画的变化, 发现其中的乐趣。 最后, 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中国书法的过程中, 能够发现文字的魅力, 培养对艺术的热爱。 通过用心去写字, 我们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 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愿大家都能在书法的世界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书写出精彩的人生篇章。